什么样的人适合读博士呢 我个人觉得自己的感觉是 你必须对学术有一定热情 你才能读博士 不是说你100%的热情 你读博士唯一的目的是 因为你爱科研 你至少有10% 20%的 对科研的那一种向往 或者说对科研的热爱 如果你100%是为了一些功力的目的 比如说为了找更好的工作 或者说是为了留校 进入高校 你去读博士 那你一定会读得很痛苦 我自己是热情比较高的 可能我的热情要高于就业 或者是其他的选择 尤其是我跟其他学生不同的是 我是完全是自己选的课题 这个课题就是我很多年以来 都想研究的 我建议叫我改课题的建议 我都没有同意 社科文科呢 我自己的感觉是不一定要聪明 但是要能够深入的思考 对一个问题不一定要深刻 但是要全面 英国这边甚至是美国吧 你的社科课题呢 它不一定要求你深 但是它可能要求你广 我第一年很痛苦 我第一年读博的时候特别痛苦 因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完全不明白这个 感觉一头雾水的感觉 但是到第二年 到Data Collection Data Analysis 开始我会 开始清晰的了解到 自己需要做什么 我自己的感觉 是从第二年开始 整个读博的感受会好很多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理解 就是我从小学 中学到大学到本科到硕士 我都觉得读书是件很痛苦的事 我没有觉得读书很快乐 但是在我博士读的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比我之前任何一年的读书都快乐 我感觉我之前那么多年的书是为别人读的 是为了考一个好的大学 或者说有一个好的文凭去找工作 等等等等 而最后这几年的读书是为自己读的 是读一个自己喜欢的课题 去研究一个自己想要研究的话题 当你在这个过程中 有任何一点收获 或者有任何一点启发的时候 我都觉得非常的快乐 我知道网上有很多学生 就是说读博很坑 读博怎么抑郁 我都没有这种感觉 我是一个比较快乐的状态 有可能是学科问题吧 可能社科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快乐的学科 读博的这两年多时间 我是感觉在为自己 不像之前的小学中学 本科硕士 都感觉并不是为自己在读书 很多时候 中小学或者是大学硕士的时候 那时候你在读书中得到快乐 你可能是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 或者你做了一个presentation 受到了老师的嘉奖 或者老师有一个很难的问题 他往下问 然后只有你回答出来了 或者老师让你去班里读你的作文 那这一种你得到的一种快乐和自豪感 包括我在本科和硕士阶段 就是很多东西 它都需要一个东西叫考试 然后它都会有一个正确答案 或者所有的东西都会给你一个分数 来判断你学的好不好 你表现的好不好 但是不是没有 就是包括我的导师吧 他们都给我传递的一个信息 就是你任何的结果都是对的 因为本身社科就是一个解释主义 和构成主义的一个research philosophy 一个研究哲学 并没有一个完全正确 或者完全错误的这么一个结果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 我自己感觉自己是一个探索者 是我这个研究的一个参与者 但我最后的结果 我希望呈现给大家一个 用我自己理解的我的这个课题 呈现给大家 我并没有一个 会不会这样不及格 我这样打老师会不会扣我分啊 或者说我如果这样说 老师会不会不给我分啊 或者这样子 我就没有办法拿高峰通过不了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焦虑 也不用去考虑 老师会怎么想 因此这个过程 就会相对比较快乐 我给博士生的建议啊 就是如果你刚开始读博士 你是博一 你可能会一头雾水 因为真的博一是一个 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 一个阶段 尤其如果你是在欧美读博 或者在英国读博的话 博一老师 他不会给你一个明确的指导 他就会说你这也可以 那也可以 然后导致你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但是这个时候呢 你要自己有一个清晰的思考 或者说你要给你的课题 和你之后的研究 定一个方向吧 然后第二年 第三年 你才能够去收集和分析资料 就是要及时止损 不是说每个人都是适合读博士 也不是说每一个人的课题 他就是一定适合做一个博士课题的 或者说一定能够达到你想要的这个结果的 在博一博二 甚至博三 你发现这个不适合你 或者觉得读博这条路 并不是你的唯一出路的话 就是你完全可以 就是终止 放弃读博 然后找工作也好 或者说尝试新的生活 都是可以的 我自己的经验 包括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 我不太会对一个人说 你这个已经读到博三 你再坚持坚持 你总归能读出来的 这个是很多人会这么说的 尤其是不懂的人 他会跟博士说 你这个坚持坚持 你就坚持坚持嘛 你就吃吃苦 或者说 你就再努力一下 你就多花点时间 不是的 不是的 博士课题不是这样的 不管是哪个学科不存在 只要吃苦就一定能读出来 或者说你坚持 就一定能读出来的情况 我自己工作的 博士培训站 我每年都是有10%的学生退学的 大部分的原因 都是因为个人原因退学 个人原因中 一半是因为身体情况 或者是找到新工作了 而剩下比较主要的一部分 是因为跟导师的沟通有问题 所以说导师也会导致你退学 还剩下一部分 是因为他们的课题做不下去 认为这个课题 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一个课题 或者说并不是 他们能够handle的一个课题 这种情况 每年退学的学生都有 退学之后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或者说浪费这么多年的一个时间 反而是如果你死硬的撑下去的话 对你将来的发展 或者自身的身心 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